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以你们而精彩 庄子曾说过 井蛙不可与海 下虫不可与兵 凡夫不可与道 意思是和层次不同 位置不同的人相处 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不争辩 不解释 做好自己即可 的确 与人交往 每个人都只有属于自己的想法和习惯 我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被所有人认同 老话常说 有理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 其实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 但你要明白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和你讲道理的 位置不同 少言为贵 我们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 经历过的事情不同 眼界也会有所差异 现实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 总有一些想法和思考问题上的差异 不用非得分个所谓的输赢和伯仲 正如盲人摸象 总会有人对事物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 就乱加猜测 妄想做出全面的判断 以偏概全 李嘉诚先生曾说 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就是给年轻人讲经验 你讲一万句 不如他们自己摔一跤 眼泪会教你做人 后悔会帮你成长 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师 人生该走的弯路 其实一米都不能少 每个人所处位置不同 环境不同 对事物的理解也会有所差异 不可同日而语 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 他非常生气地说被一个员工坑了 事情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跟了他四年的老员工 说是家里出事了 不能上班 申请离职 没想到后来才发现 他是跳槽去了别的公司 关于这件事 其实没有对错之争 老板的立场是 我培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现在翅膀硬了 既然跳槽去了别人的公司 你这样做对不起我 站在跳槽员工的立场上 他要养家糊口 别的公司给的工资待遇高 跳槽是理所应当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小孩子才论对错 大人只看利益 不要奢望人人都能理解你 这一点也不现实 你善良 肯定会有人说你虚伪 你大方 肯定会有人说你装模作样 你优秀 肯定会有人说你作 俗话说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所处立场不同 多说无意 不必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位置不同 少言为贵 以免多生祸端 人生苦短 不为难他人 不勉强自己 认知不等 不争不变 庄子里有一个叫士成奇的人 他时常听到有人夸赞老子 于是跋山涉水去拜访老子 士成奇看到老子相貌平平 住的地方也极其普通 便说 别人说你是圣贤 我看你是老鼠还差不多 老子抬头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他 继续低头看自己的书 第二天 士成奇觉得自己前一天说的话有点过分 便来向老子道歉 老子对他说 我如果有获得大道的实质 你骂我是猪 狗 老鼠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还是我 你不管说什么 那都是你认为的 他并不能影响我 也不能改变我 喜欢和别人争辩 其实还是内心对自己的不自信 只要你认定了自己是对的 不管别人说什么 不要在意就好了 就像村上春树所说 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有些话说给懂的人听才有意义 王尔德也说过 和别人谈论他不了解的东西是徒劳的 一位思想家走在狭窄的小路上 遇到一个不喜欢自己作品的人 这个人傲慢地说 我从不给傻子让路 这时候思想家缓缓摘掉帽子 笑意盈盈地推到一边 说 而我恰恰相反 和人发生矛盾 难免会有如梗在喉的感觉 与其奋力争辩 最后让自己筋疲力尽 倒不如直接喊停 要知道 很多时候 争辩是最无用的做法 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 与其与狗争辩 被他咬一口 倒不如让他先走 否则就算宰了他 也治不好你被咬得伤疤 当你在生活中 遭受到不被理解的时候 先不要着急去争个输赢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和你一个层次 很多争辩的最后 得不到任何好处 只会让自己变得更生气 看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 从前有一个食粪的人 一个侨夫和一个乞丐相遇了 三个人坐在一起闲聊 乞丐说 如果你们做了皇帝会干嘛 食粪的说 如果我当了皇帝 就下令这条街所有的粪 全部归我 谁去食的话 我就去派公差去抓他 砍柴的说 如果我当了皇帝 我就去打一把金斧头 天天用金斧头去砍柴 乞丐说 要是我当了皇帝 我就什么也不干 天天坐在火炉边 吃烤红薯 你看 三个人都被各自的精力和见识 所限制 就像面对一块宝石 有人会惊叹他的工艺 也有人第一反应是考虑他能卖多少钱 和认知水平不在一条线上的人 别去争辩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三观不合 浪费口舌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不和烂人讲道理 莫与傻瓜论长短 意思就是 能遇到三观一致的人 即便相互争论 也别有一番趣味 相反 如果和三观不合的人争吵 那等于浪费时间 毫无价值可言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一个富翁到海边旅游 躺在沙滩的椅子上休息 他一转头 看到一位渔夫 也躺在旁边晒太阳 便问渔夫 你怎么不去捕鱼 渔夫回道 我今天已经捕过鱼了 现在可以歇一下午 富翁继续说 现在时间还早 你完全可以多捕点鱼 这样就能赚更多钱了 渔夫笑了笑 赚那么多钱干嘛 有了钱 你就能像我一样 在这片美丽的海滩上 散步 晒太阳 富翁得意地说的 可是我已经在海滩上 晒太阳了 渔夫回答 两人各执一词 争吵到傍晚 也没分出个胜负 最终不欢而散 其实 他们都没错 只是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 观念不同而已 富翁可以选择 在任何一片沙滩上 留下自己的足迹 体验物质带来的满足感 渔夫也可以在自己的小岛上 捕鱼 晒太阳 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份悠闲 既然三观不合 两人也没有办法互相理解 倒不如 不争不闹 不计较 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我不认同你 但我尊重你 《道德经》里面说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 辩者不善 懂你的人 自然能看到你的好 不懂你的人 永远不知你的好 跟三观不合的人讲道理 无异于对牛弹琴 知乎上曾有一个问题 碰到烂人烂事 该如何处理 点赞最高的一条回答是 不纠缠 如果你为了一些烂人 破事与人相争 你最后就会发现 自己能得到的 只有一肚子气 其他将一无所获 余生和简单的人相处 遇到一些没有道理可讲的 拎不清的人 直接忽略掉 千万别和他们争论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